说 你们下课的时候谁去菜园了 菜园 什么菜园呀 就是操场上校长种的那块菜园 还不承认呀 你们看这是什么 土豆那不是你吗 要的那不是你吗 你们两个 在证据面前你们还不承认 快说去菜园都干嘛了 老师 昨天不是上观察课吗 我去菜园里面找蟋蟀去了 我昨天打羽毛球的时候 羽毛球就掉菜园里面 我去捡羽毛球了 那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能看着点呀 校长种的态 全被你们踩得乱七八糟的 我没有 我去的时候特别小心 找到一只蟋蟀之后我就走了 我也没有乱踩 我捡到羽毛球之后我就出去了 你们现在说什么都没有 校长正在办公室发票吗 你们两个谁踩的赶快承认吧 不是我 我怎么承认呀 我觉得应该是土豆 也不是我 我承认什么呀 肯定是你亚男 肯定就是你 你的羽毛球跑了 你就追呢 肯定是你 你的蟋蟀飞了 你跑着去抓它 是你的羽毛球跑了 你慌忙身上去找它 然后踩到菜园 肯定是你 你的蟋蟀一飞 你就去抓 然后把菜园踩坏了 就是你 土豆 就是你亚男 就是你土豆 如果不是你们的话 你们昨天在菜园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其他人啊 其他人我倒是没看到 我看到校长 养的狗了 土豆 你也看到了 对啊 校长养的狗可凶了 我捡到羽毛球我就跑了 对对对 我在前面抓吸水 那他后面碾我 我越是跑 他越是碾 就这么说的话 就没有第三个人了 那还是你们两个其中的一个 土豆 就是你赶紧尝尝饭 就是你养的 你怕狗咬你 你就赶紧跑 我把这种踩到菜地 你虽然飞行得很对 但是确实不是我 那也不是我呀 等一下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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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听出来了 虽然现场没有第三个人 但是现场有一条狗啊 狗 难道校长养的狗是凶手吗 没错 人到菜园之后 会小心翼翼地住一脚下 不会踩到精彩 但是狗就不一定了 对呀 狗又不认识精彩 那条狗应该是在追我们两个的时候 把菜园踩坏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罪魁祸首就是校长养的狗 分析的很精彩 不过他们两个离开之后 监控就坏了 有看到啊 啊 是被监控坏了 真是失落 他怎么办呀 我知道了 我们只要去检查一下 校长那条狗的脚掌上面 有没有精彩 啊 这样就可以确定他这凶手了 可以死亡我们的罪名了 哈哈哈 真是有办法好 嗯 嗯 这个办法可是我想出来的啊 我现在就去报答校长去啊 哈哈哈 嗯 大红吗 哈哈哈 肺炸 这编锁了 基本上 τα